虽然请注意来到澳门 一定不要这样子爬上去拍照 这个是违法的 在澳门是不允许的 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建筑物 你看了没有 本来已经围上去了 还要特意爬上去拍照 这是不对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中国最近迎来了解封之后的 第一个五一长假 那中国人是一窝风的出游 毕竟被关了四年 中国的官方也是引导大家 国内旅游 鼓励大家旅游 刺激消费 带动经济 那像是最近比较火的 资博烧烤等等 也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产生的 同时也迎来非常多的乱象 尤其是中国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都不陌生 像是最近有很多地方 都出现了插队事件 有一对中国的母女 插队的那个嚣张的样子 非常的夸张跟离谱 前一段影片 上一期节目 我已经有讲过 但是因为连YouTube的AI系统 都看不上去 这两位中国人的做法 就那个画面 那个行径 那些言语 我做了那期节目之后 上传几次都被 YouTube系统判定为黄标 所以无奈这下 我也只能把它丢进的会员专区 那一期节目还不错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开动YouTube会员 只要15台币 是最便宜的会员 那今天我们要讲 那个也是非常暖心的 那中国有一家人 就一家几口 去内蒙古的一个景区游玩 拍下了一个暖心有趣的一幕 你只要经过那个景区 你就爆胎 爆胎没有关系 非常暖心 前面就已经有一个 修车的人等着你 坐地起价 只要1000多人民币 1000多人民币 你想想中国多少人 一个月1000块的赚不到 他有1000多人民币 约合台币6000台币 然后他就报警 警察好像都知道 这种事经常发生一样 那也有网友表示 这种事当地已经非常多起 警察也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这个警察 跟那些相关的犯法的人员 是不是背后有利益关系 我不知道 这种事情警察好像都知道 甚至都知道应该是谁干的 因为那些人修车的人 肯定就是在附近修车 你要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你去调查一下就可以抓得到 对不对 人家不可能偷偷摸摸地躲着修车 不可能 因为你有一个店铺在那里 非常好容易抓的 对不对 他打了警察电话 警察没有去 不处理 然后呢 刚好 他还是个网红 算一个小网红吧 在抖音上有很多粉丝 他就把这段影片呢 非常暖心的影片 就丢到了抖音上面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然后呢 中国的警察还是蛮暖心的 他看到很多网友啊 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就回应了啊 可能是因为某些压力吧 然后就保证了 就是说我们有关部门呢 就进行了调查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 因为这个受害的人 就不止那一位抖音网红 因为有很多人 只要你经过那里 经过那里 也真的是太暖心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先看一下这个暖心的画面 再看一下中国网友 对此的一些看法 什么呢 库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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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知道吗 损不损 我先给他挠啊 都一年我觉得 哎呀 大伙子看啊 哼不损 我发现没票 进来把车都给打了 然后他补胎 贼乎辣跪 无一天台 无一天台 不再花一些奴 这实在害了人 警区会给他一些补偿措施 你下一次来 我们给你免门票 所以就很显然呢 如果你警区没有做这种事的话 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免门票 所以这些事情呢 都是故意去扎的 而不是说 哎 你走在那里 哎 就是你不幸运 那边刚好有一个钉子 把你的车台给爆了 不存在 这绝对是人为的 刻意的 而且相关的涉事人员 跟警区也有合作 那跟警方也有合作 因为你这是犯法 如果跟警方没有合作的话 谁敢去做这种事 光明正大的 来一个报一个 来一个报一个 而且那么嚣张 坐地起价 而且是一个超乎正常的价格 要一千多 你打电话 你报警了 我不怕 对吧 报警了警方 也知道警方不会处理 很显然 在这些都是预料之中 他也知道警方不会处理 都是有一个合作的在里面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之后 当地才有了压力 才来处理这件事 当然外面也不得而知 那些人会不会被抓起来 因为当地只是一个程序上面说 我们关注到了这个事情 我们会进行调查 这是中国一贯的做法 后续的可能时间久了 大家都淡了 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了 过去那么多事情 我都知道 都是类似的做法 其中还有中国网友 对此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不代表绝大多数的网友 这是我看到这个网友的留言 还值得来念给大家听听看 不发护照 就是说中国政府 就是最近一直那个护照压得很紧 就是很难申请到护照 也没说绝对不发了 如果你有关系 你有很大的实力 有钱有势的人 我相信应该也还是能办得到 但是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 是很难办的 接着看他的留言说 不发护照 鼓励大家国内有 我也想支持祖国的大好河山 但是就这样的旅游体验 怎么让我们大家出行 我也不敢把一家人带去旅行 就最近五一假期 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 想想还是家里好 这个有点像中国小冯经常说的 想想还是中国好 还是国内好 算了不出去旅游了 待在家里 我能理解这位中国网友的心情了 对吧 好不容易解封了 大家想出去旅行 你政府也说要鼓励大家旅游 但是有这么多的违法事件 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国家没有把这些旅游体验 包括一些针对一些违法的案件 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你有什么资格让大家都带动当地的经济 都要出门去消费 这有点就像对于台湾的两岸议题上一样 你中国都没有福利 你拿什么资格说台湾回归了能够享有中国人一样的福利 台湾人你还可以继续有言论自由 同时还能享受中国人享有的福利 你有什么资格 对吧 你如果能讲这句话 没有人反对你 你可以讲这种话 但是你要把自己做的好 你比台湾做的更好的那一天 你讲这种话 对起码你还有资格来讲 对吧 就像这个网友说的 我觉得非常理解他的话 为什么要还是在家里 你把一家人 一家老小 可能有老人有小孩 如果也发生这种状况 在路上叫天不灵 叫警察 警察都不来 然后让一家老小在那种荒漠里面受凉受恶吗 对不对 所以很理解他的这种心情 你把当地的旅游体验没有做好就算了 叫警察也叫不来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大家出去旅行 带动当地的经济 凭什么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个新闻 不是政治新闻 我们就分享一些其他的社会新闻 毕竟我们是时事频道 什么都可以讲 最近在中国湖北武汉 有一名幼师 非常的火在中国的抖音 微博 很多人都关注 尤其是男性 因为这个幼师长得非常的漂亮 一夜据说在抖音一个 社群平台上面有几十亿的人观看 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种什么样的种子开 什么样的花 就是小朋友听的歌嘛 然后为什么能火呢 就是因为他那些幼师啊 长得非常的清纯漂亮 然后对待小朋友都是很温柔的嘛 然后很多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很多中国的男性网友呢 就是说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接着上幼稚园 然后也让很多网友就是纷纷的感叹啊 就不想打工了 太累了 又赚不到多少钱 很想回到这种童年 无忧无虑的生活 听着老师 就是很多这些男性网友 每天回来就是打开抖音 来继续上幼稚园的课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爆红的片段 准备开始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我要我要挖 种什么样的种子 开什么样的花 我在小小的花园里 我要挖呀挖呀挖 住小小的种子 开小小的花 我在大里面的花园里 我再去 我再去 影片到这边差不多结束 那对今天的新闻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假如说在台湾出行的体验 插到这样子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做法跟看法 比如说你出去开一辆车扎破一辆 开一辆扎破一辆 是什么样的心情 还想要带着家人去台东旅行 去花莲吗 还要去肯丁吗 还是要去台北 敢不敢出去玩呢 那明天还有其他的节目 明天我们可以讲讲 最近很多人啊 旅游的过程当中啊 喝奶茶喝到老鼠 喝奶茶喝到那个蟑螂的碎渣的尸体 最近中国的很多的奶茶 被爆出这种夸张的行为 在台湾如果发生这种状况会怎么办 就是你喝台湾很多出名的 像是什么85度C 五十蓝 Coco 这都是台湾的品牌 你们喝到里面有老鼠 有什么蟑螂碎掉的 脚子机脚碎的那些尸体 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同时你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做法呢 那对于今天以上的几则新闻啊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大家踊跃的在留言区 发表你的看法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谢谢拜拜